大家好,我是悠悠爸爸,很高兴今天能见到你 我一直以为啊,都是8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数字 但是在去年8月8号那场大火 把我们在夏威夷茅伊岛,老汉娜市中心的房子 我们的度假屋烧得只剩了废墟 这个火灾对我们的影响,精神上有很大的影响 毕竟从Brian爸爸跟我结了婚以后 在那边是也算我们的度蜜月吧 然后我买了个项链,十多年了一直戴着 而从金钱上呢,也给我们造成了一个一百万美金左右的大洞 首先我们贷款这边,有五十多万还要等着还 我们还要继续去还贷款 在重建那边,HOA就是物业管理他们估计重建费用 可能是要七十万到八十万美金 而保险呢,只赔二十多万 所以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大对我们的财务上的影响 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过去几年在茅伊岛还有投资其他的房子 我们还有删除其他的房产 由于受了火灾的影响 去茅伊岛旅游的人呢,也有所减少 所以过去几个月一直都有受影响 从8月8号火灾到现在已经有五个多月了 我也是趁着年底做报表的时候 我来计算一下,看一看2023年我们整体在茅伊的短租的收入 我们投资的房子怎么样 特别是在火灾之后 对我们短租,对我们客源,对我们收入有多大的影响 我们今天就用一些数据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跟大家分享呢,我选择了两个房子 第一个房子是一房一位 第二个房子是两房两位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 第一个我们叫190,第二个叫940 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我们的报表 首先对于190来说 我们去年全年的收入是在10.6万左右 对于940是15.6万左右 这是整体的收入 然后对于这个190来说 其实我们是去年三月份才正式运营的 前面一直在装修,因为是去年刚买的 所以这样算下来应该有13万美金左右 而940是两房两位的 是15.6万左右 这样算下来还是整体不错的 可以看到跟其他的短租的房子相比来说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去年八月的情况 这个是八月份 这个是190的情况 对于190来说 8月8号发生了大火 其实由于这个是不在Lahina的市中心 所以当时还有人租 的确后面有人取消了一些 但是还是有人租 大概整体入住率58%左右 然后4千多的收入吧 对于两房两位的这一个呢 当时发生了火宅以后 因为我们的清洁工 他们的房子出了问题 受火宅的影响没地方住了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当时这个房子全空下来 可以看到我们是定下来 然后免费的提供了我们的清洁工去居住 然后但是就在这种基础上 我们还是有五千多的收入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个月 下个月的情况怎么样 九月份可以看到 在两房两厅的这里 一下子淡了很多 然后对于一房一厅呢 九月份还是不错的 当然了整体的收入稍微少了一些 因为每一天的出租的价格低了很多 另外一点要提到的是 为什么两房的房而出租的少呢 一般来说我喜欢投资两房的 这个是因为两房大多数都是 比如说大一些的家庭 然后紧接着去旅游 或者是multi generation 父母呀孩子呀爷爷奶奶呀 一起或者是两个家庭 而一个这种一房一味的呢 通常是一对情侣就直接去玩了 所以更灵活一些 但是整体这样来说 还是够还贷款的吧 就是在九月份 然后在十月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两房两厅的就好了很多 到了八千多 然后十一月份 我们自己去住了几天 就算我们自己 蓝色是我们自己住住的 就算加上我们自己去出租的几天呢 我们还是有七千多的收入 然后十二月份呢 有超过一万二的收入 就基本上是回到正常了 对于一房一味的这个来说呢 十月份的时候 也还可以 所以我们这有一个房子的整体 去虫的这个服务 这是HUA做的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星期都定起来了 然后除此之外 十一月份还不错 九千多 十二月份也是九千多 就整体还是基本上回到了之前的入住率 当然了还是每天出租的这个价格低了一些 所以它还是破不了一万美金一个月的收入 很多朋友们问我们现在到底是还在贸易投资的好机会吗 所以希望通过大家看到数据 可以大家跟你分享一些 我们实实在在受了影响以后 房产投资的一些数据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面也有两个 caveat 第一点呢 是我们这两个房子都不在 La Haina 就不在West Maui 西 Maui 就是受疫情 不是受疫情 受火在影响最大的地方 第二点呢 我们这两个房子都是有wow factor 在以前我们的视频中讲过 投资Airbnb 最重要的就是有wow这种factor 让大家觉得比较能震惊 就是不能取代的 独一无二的这种特点 随着Airbnb市场 短租市场的饱和 越来越多人来做了 如果你没有一个比较好的风景 不是在海边 这种Airbnb越来越多 所以呢 这两个房子都是有这种 要不就是在海边 要不就是有非常漂亮的风景 这样呢 是让他们投资回报率还不错的原因 所以如果你对毛衣房产 对毛衣Airbnb投资感兴趣 我觉得取一个比较好的风景 或者是有它独特的wow factor 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呢 我想说的是 虽然好像已经五六个月都过去了 这个火灾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记忆呢 也慢慢的淡忘了 对于当时恐怖的情形 但是其实 这个火灾对大家的影响 无论是对投资者 对当地居民的影响 都是非常深远的 我们自己的重建 根据HOA物业管理那边估计 起码也大概要七年到十年左右 所以希望这个过程呢 我们都能坚强 好好的 努力的挺过去吧 最后 希望我们的分享对大家有用 如果你感兴趣 我们继续分享 请点赞 关注我们 谢谢你 祝你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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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